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李嘉誠剛曝出降價受北京房產開發案 還創22年最大突破 習下臺方式隱現 丁薛祥蹊蹺帶船指 習家軍擺爛 中科院院士被匿名舉報涉及12億國有資產流失 曾獲全國施德楷模稱號 兩地銀行存款歷差擴大 大陸赴港開戶熱潮再起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16號 星期三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李嘉誠剛曝出降價受北京房產開發案 還創22年最大突破 香港首富李嘉誠家族經營的常識集團 在當地推出的樓盤青海一二 打七折 降價賣房 引起輿論不少討論 同時 常識集團位於北京的豪宅項目玉翠園 近日也將開售 時代財經報導 玉翠園是常識集團內地房地產業務運作平臺 合計黃埔所開發項目 整個姚家園項目地塊由合計黃埔於2001年拿下 至今開發週期已長達22年 玉翠園此前預告開售時 吹風價定在每平方米至少在10萬元人民幣 不過該項目最新貨批預售價顯示 這批取證房源共9棟樓 473套房 分樓棟來看 9棟樓貨批的銷售價在每平方米9.0672萬至9.9744萬元人民幣 與吹風價相比 玉翠園定價降了近一成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玉翠園曾於2022年11月2日開席驗資 購房人需在自身賬戶存有50萬人民幣或100萬元 還需提供購房人名下200萬元或800萬元的首付資金 含存款理財股票證明 不過根據一名玉翠園銷售人員透露 項目看房不需驗資 直接預約就可以前往 看房時售樓處除了購房者 還有大批房產仲介 估計開發商也是想快點賣掉 平層樓棟肉眼看已經快封頂了 預計2024年底就可以收房 此外 根據中止研究院報告顯示 2023年7月 北京商品住宅供求雙雙回落 成交規模降至近5月最低點 新房存量及去化週期回升 市場持續存壓 習下臺方式隱現 丁薛祥蹊蹺帶船指 習家軍擺爛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後報導 中共國家統計局16日公布7月國民經濟數據 消費 投資 出口等拉動經濟成長的三架馬車表現持續走下坡 在失業率方面 國家統計局只公布7月份的整體數據 未公布分年齡段的失業數據 官方還從8月起不再公布青年人城鎮調查失業率 外界質疑 可能是數字太難看了 所以才會停止公布備受關注的青年失業率 也有指示習家軍擺爛 法廣稱 北京當局不公布城市青年失業率數字 更支持了觀察人士認定 中國經濟不是當局宣傳的向好 而是向壞 甚至越來越壞 投資 消費和進出口三架馬車幾乎全面熄火 訪新社分析列出幾大因素 中國房地產大亨 債務黑洞 一個一個都是天文數字 消費者沒有信心 不肯消費 加之全球經濟放緩 導致中國經濟前景更加黯淡 觀察人士指出 數字在中國一直是一個謎 去年12月 北京當局突然拋棄動態清零 一時間感染人數 沒命人數暴漲 驚慌失措的中共衛健委12月25日宣布 停止公布每日染疫人數和沒命人數 外界猜測可能數字驚人 當局正在修正 過了一段時間 中極控公布了取消清零之後數週的沒命數字 總共不足10萬 令海外專家無人相信 只要數字不好聽就不公布 毛澤東時期搞大躍進 造成60年代初期三年大飢餓 惡壞人無數 當局一直密而不宣 另外 中國經濟學者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等專家在一份報告中警告 中國青年失業問題如果處理不當 將會引發經濟領域之外的其他社會問題 甚至觸發政治問題 歷史學家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在其自媒體節目中也指出 中國經濟惡化的速度 遠遠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 中國的經濟問題會導致社會問題 而社會問題又會導致政治問題 一旦出現政治危機 責任就會落在習近平頭上 屆時習近平的權力不會一點點丟失 而是會脆斷 他的下臺一定是突然之間以一種類似於政變的態勢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政變到底是軍隊 是8341中央警衛團 還是中共政府中的一些人 政治局的一些人 突然之間發難 然後他的權力也就結束了 習近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7月31日 他當天為新上任的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 火箭軍政治委員徐錫盛授予上將軍銜 此後習近平再無露面 在此之際 中共官媒新華社8月15日報導 15日定選向出席大陸首個全國生態日主場活動 傳達習近平批示並講話 中和院院士被匿名舉報涉及12億國有資產流失 曾獲施德楷模稱號 近日 醫療反腐風暴持續發酵 已經觸及醫療領域的各個層面 涉及多名醫院院長 書記 醫保局局長等高層人員 公共號 溫水頓俄 發文說 中和院院士賀傑被匿名舉報 涉及12億國有資產流失 曾獲全國施德楷模稱號 澎湃新聞報導 投資90多億的醫院突然申請註銷 而這家醫院的合作方之一 正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 其院長 黨委書記賀傑 隨後 一份針對賀傑的舉報信在網路上流傳 舉報信共19頁 落款日期為2023年7月21日為匿名舉報信 舉報信列舉了賀傑及其合夥人的6宗罪 並附有28項證據材料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 違規私設民營醫院造成重大國有資產流失 危害中央保健安全等罪名 舉報信稱 賀傑利用植物便利和影響力 在河北廊坊私設民營醫院 並將東種的部分業務轉移至該民營醫院 造成東種12億元國有資產流失 並危害了中央保健安全 此外 舉報信還指控賀傑存在其他違法違規行為 如利用植物之便為親屬謀取利益 濫用職權干預人事任免 擅自變更科研項目用途等 目前上述舉報信內容的真實性還無法證實 兩地銀行存款利差擴大 大陸富港開戶熱潮再起 隨著香港存款利率上行 讓赴港開戶熱潮再起 以半年期定期存款為例 港元定存最高年利率可達到3.6%至4.43%之間 7月22日上午9點多 香港西九龍站的某商業銀行大門前已有客戶開始排起長隊 大多是剛抵港的大陸遊客 現場人員說 只需憑港澳通行證 身份證就可以辦理開戶 但須一週後才可拿到卡 這也同時導致開戶仲介應運而生 甚至有仲介表示一些銀行可直接面簽 當天拿銀行卡 有業內人士指出 目前來看存款利差確實存在 但由於存在匯率波動等因素 換匯上車仍需謹慎 根據第一財經報導 8月初 諮詢香港多家銀行的港元存款利率 與大陸存款利率利差顯著 以半年期定存為例 港元定存最高年化利率在3.6%至4.43%之間 其中招商永榮銀行 興展銀行 南洋商業銀行 中信銀行國際滿足一定條件 年化利率可達4%以上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新聞視頻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 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